如果就是灵性索取小房子 不是会通过梦吗 就是给我们梦吗 比如要什么东西 或者是请出现吃饭 或者是鬼压山 这样都是就是梦里丢要经者 就是为什么 既然他们知道我们心灵法 为什么不直接了断的 开除他们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而是通过各种侧面的 其实来跟我们药精 请师傅开始一下 这里边有好几种原因 第一种有的鬼 业障太重 他根本没有资格到人家梦里来讲 他没有任何办法 他只能通过其他的方法来提醒你 明白了吗 他没有这个正能量 因为他的业障太重了 还有的呢 就是说他没有正常渠道 但是他想要 就像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 你要等到政府批 不知道等到哪年哪月了 所以很多人的饭店 拓展一点 他就自己慢慢弄出去一点 他不讲啊 但是他也得到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谢谢师傅 此离开事 今天的问题问到这里吧 师傅真的很感恩你 感恩观世音菩萨 师傅 你早中生气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